焦点在以为台湾被天降横祸打断玩性的大陆团 是在要去看101的路上所发生意外的 这会不会影响陆客对于逛101的兴致呢 我们访问到了今天要到101参观的大陆游客 他们说心情没有受到影响 说还好啦 只是有很多的亲友一直打电话来说 要他们自己小心一点点 那么这些大陆客也说了 他们来到台湾没有去到101 这简直是白来了嘛 高雄市的六合夜市 天色越晚到此逛街的陆客越来越多 这对101的事件大多表示这是意外 如果因此不能去101那就太可惜了 看过101的吗 还没有没有 明天去 明天去啊 会不会担心啊 不会不会不会 会不会 对啊 如果封闭了会不会觉得很遗憾 嗯 肯定会 肯定肯定 如果明天不去的不能去的怎么办 如果不能去我们就在外面看一下吧 但是我们会觉得很遗憾的 这是来自四川的陆客团 他们对于台湾的一切都感到相当新奇 如果因此去不了101相当在意 而同样表达这样的看法的 还有福建的辅助团 这是意外的 不可能是每个团都有的 担心说来台湾可能会碰到类似的事情 不会的 怎么的 这是意外的事情呢 怎么不会的 如果说你们天天都说出现这个事情 那怎么办 那你们台湾你这个保护 我们大陆男女怎么办 工地 意外 这是意外的事情 反正这个是意外 反正人在外面意外都会有的 只是他们运气不好 我们运气都是很好的 前进来到台湾的大陆客 大多定位成意外 并对台湾政府对工地的处理相当有信心 并不会影响到他们有台湾的意愿 昨天新闻 陈胜一孙也遇高雄报答 好